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何况这部剧还是一个反腐正剧呢 可是呢 谁能够想到这部《风雨宋春归》一开播 就让不少观众弃剧了 至于弃剧的原因呢 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 剧情有神剧嫌疑 说实在话 这部《风雨宋春归》是一部正剧吧 可是呢 这部剧处处都有神剧的影子 比如开局 抓崔明贵的时候 剧中很多细节都经不起推敲 第一个费解的行为就是崔明贵当着纪委的面 摘下金表和金打火机的细节 贤目说当着纪委的面丢掉金表 是不是当纪委的人不存在 就说啊 丢金表的意义在哪里 纪委的人都抓上门来了 难道不知道崔明贵的底细吗 当然 这还不是最令人费解的一个镜头 最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事还是 王志文这个纪委书记找金砖的镜头 他手下的人把豪宅里里外外都翻了一遍 啥都没有翻到 可是这位纪委书记确实不是一般人 他居然透过游泳池的水看到了泳池底下有问题 而且最后他真的在泳池底下发现了金砖 怎么说呢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确实挺震撼的 倒不是被这一地的金砖震撼到了 而是被王志文这眼力惊呆了 单凭这两个细节 我觉得这部剧就有神剧的嫌疑了 第二点 血世方式太直白了 人民的名义也好 狂飙也好 这些大剧凭什么引爆全网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悬疑埋得很 官子卖得好 观众永远不知道谁是内鬼 也猜不到谁是幕后的大佬 可是这部风雨送春归怎么说呢 叙事方式确实过于直白了 开局就把所有的鬼都给露了出来 特别是麦书记这个大佬真的让人很匪夷所思 别的官员有一个干企业的大职尔 虽然交往但是也很隐晦 可是这位麦书记呢 不仅仅亲自给自己的大职尔站台 还亲自给人介绍 我没有儿子 他就相当于我的儿子 这种话一说出来 确实就过于暴露自己的真面目了吧 谁是反派 谁是正派 这部剧开局就挑明了 可以说这部剧确实已经没什么意思了 当然这部剧还不只是这两个问题 这部剧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AI换脸 还有配音的问题 很多观众看到演员表里有余震的名字 可是看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人 最后他们才发现余震就是换了一张脸上去 而配音还是别人 怎么说呢 好好一部剧确实直接砸锅里了 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弃剧的原因 确实是期待越大 失望越大 谁能想到这部风雨宋春归能这么烂啊 特别是和狂飙比起来确实是天差地别 风雨宋春归不值得追 那哪部剧值得一追到底呢 老季个人认为 范伟的悬疑新剧《立功东北往事》有看透 为什么老季会对这部剧给予这么高的评价 确实是因为这部剧看点十足啊 第一个 范伟 潘彬龙 于南 这套演员阵容就是神仙班底呀 范伟我就不多说了 小品演员 喜剧人 后转型去拍电影也是妥妥的影帝 特别是饰演小人物的戏份范伟真的是一绝 所以这部《立功东北往事》找范伟来出演 真的是稳了 至于潘彬龙呢也是喜剧演员出身 但是他在电影《无名之辈》中饰演的笨贼一绝 也是让人印象深刻 这次他和范伟这位喜剧界前辈联手 两大喜剧人合作 这本身就有奇妙的反应 至于于南呢 文艺片女神从图雅的婚事 到后面参演吴京的战狼 影后奖杯拿到手软的人物 这三位大佬 齐聚 立功 东北往事 真的是降维打击啊 所以说只看《演员阵容》这部《立功东北往事》就有看透 更何况这部剧的剧情也相当高能啊 第二个 类型独特的悬疑喜剧片 这部《立功东北往事》虽然是一部悬疑剧 但是由范伟和潘宾龙出演 就天然地加上喜剧效果了 而悬疑喜剧片真的挺别具一格的 比如开篇 剧中出现了犯罪团伙五虎 初看这五个人确实挺凶狠的 一路杀人遇惑谁都不怕 可是呢 就在各种阴差阳错之下 五虎瞬间变成了五只病猫 胎局五虎之一就被范伟试掩的老伤意外打晕了一个 而且还把五虎的钱和枪都打掉了 这都不算是啥 关键是到了小城之后 五虎之一一个也是因为老伤意外变成了傻子 另外一个呢也是因为老伤腿受了伤 关键是这些事情老伤都不知道 而他一门心思还想着立功 想着能够建议勇为进公安局 这种意外的效果对于这部悬疑剧真的是加分的 同时也增加了这部剧的喜剧效果 当然抛开这类剧的类型以外 这部立功东北往事最最让我破防的 还是范伟试掩的人物的善良 虽然范伟试掩的老伤就是一个小人物 就是一个小保安 但是他也有他的底色和善良 比如同事勇子出了事 双腿都断了 他虽然只是勇子的同事 但是他还是一直守着勇子 一直陪着他 甚至还为了勇子的事去找他的舅舅 而当他瞧见勇子的舅舅也是一个双腿残疾的人时 他顿时雨色立马退出房间的场景 真的有味道 这就是范伟的演技 这就是他擅长的小人物 小角色 真实接地气 关键是善良 这样的人设不管在哪部剧中都有他的光芒 这也是为什么老季对这部立功东北往事赞不绝口的原因 全员演技到位 剧本质量有张弛 最关键的是真实接地气 有年代感 这样的剧才是好剧 才是诚意之作 你们认为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 敬请不吝点赞订阅